然后在我们的股价都完成,然后限制 Contraint Limit也设定完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动画的部分 动画的部分我们把我们的摄影机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把它设定到一个我们 之前就是我们设单张的 的话 的摄影机嘛,当我们要调动作的话,建议都先把摄影机设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未来的所要的 表现的画面呈现 比较 有一个 知道我们未来的画面要怎么呈现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调整这个摄影机,或者是我们要复制一个摄影机 对,ShiftD 复制一个 我们把旧的摄影机锁起来 然后将我们的摄影机 将我们的摄影机场景这里 的camera 切换到我们 这个 改名字叫 Anny 我们做动画要用的摄影机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用 CameraToView的方式 调整我们的 调整我们的摄影机到我们之后 画面最终想要呈现的样子 像我们要做 Loop的 很弹跳的动作 我们这里就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大小 像它弹跳的高度到差不多这里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之后还是可以做一些修正 然后我们调到 大约是这样 我们之后 等动作做完后我们可能再去做一些微调 然后但这里这时候背景我们一并把它调整成我们 和我们所需要的 大小 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地板缩起来 好,像这样我们动画基础的设置就完成 然后我们 来做一些准备,我们把我们的 控制器 一些 小动作的控制器先关起来 像我们的头发,眼睛,眼皮 然后脸上的表现空气关掉 只留下我们的 Root跟Stretch 只有我们身体主要的动态的部分 然后 这样的准备 让我们画面准备好 并把我们的眼 可以先把我们的眼皮先关起来 这里 大家可以切到 Restriction Toggle 预设只有眼睛 我们把其他打开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暂时把我们的 显示的时候的眼皮先 关起来 或 或者隐藏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在 编辑动画的时候 但 比较容易 其实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眼睛啦 其实这里不调整也没关系 因为其实 我们主要是看我们整体的动态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我们动态一开始 摄影机的设置 和我们控制器的准备 这样的话 把我们的 环境准备好 我们周条动作就会更方便 谢谢大家